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周的桃园生活 每年中秋节前夕,美食爱好者们都会掀起一股制作月饼的热炒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今年最火的米月饼的做法 无需烤箱,做法也简单 自己在家做,低脂少糖又健康美味 对,心动不如行动,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锅里分别倒入100克糯米粉和100克粘米粉 开中小火,炒至颜色微微发黄,就是表明已经熟了 等放凉以后,加入糖浆65克 加入熟油50克,没有特殊气味的葵花籽油或者玉米油都可以 加入牛奶160毫升,边倒边搅拌 不喜欢奶味的可以用凉白开或者纯净水代替 混合好的粉团质地非常细腻柔软,而且富有光泽 盖上保鲜袋,自然饧面30分钟以上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来做奶黄线 往里刻入两个鸡蛋,打散 接着加入白糖55克 融化的黄油25克,充分搅拌均匀 然后把粉类都过筛一下 分别加入面粉,玉米粉,奶粉,各25克 过筛好以后,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至看不见钢粉颗粒,蛋黄糊非常柔顺的状态就可以了 准备鲜奶油100毫升 滴几滴柠檬汁或者香草精增加风味 煮至四周边缘冒小泡就可以马上关火了 然后慢慢地加入到蛋黄糊里 充分混合好以后,重新倒回到锅里 开中小火熬煮 手要不停地搅动,以免糊锅 像这样子一搅拌能轻易成团 而且不粘锅的状态 就可以马上关火了 盛出来,放凉备用 我们先来做一些高粉 锅里倒入面粉150克 炒到颜色微黄有面香味就可以马上出锅了 准备熟花生80克 炒熟的核桃仁25克 黑芝麻15克 把它们捣碎 你也可以用料理机或者擀面杖把它压碎 接着加入葡萄干10克 高粉100克 白糖50克 充分搅拌混合均匀 还可以加入15克樱桃缸增加风味 没有的话可以省略 接着加入手油10克 慢慢地加入牛奶60毫升 能轻松揉搓成团就不需要再加牛奶了 我们的花生芝麻馅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把馅料分割成每个30克的小缝 搓圆备用 已经晾凉的奶黄馅 我们同样把它分割成30克一个的小缝 同样的搓圆备用 因为今天用到的是50克的模具 所以饼皮的分量是每个20克 饼皮和馅料的比例 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做调整 想增加花色的可以利用天然果蔬粉 给它染下色 我今天用到的是胡萝卜粉和红菜头粉 取一个饼胚再崭新按扁 包入馅料 然后利用虎口这个位置双手配合 轻轻地转动一下 收口 搓圆 最后裹上一层薄薄的高粉 防止压膜的时候粘连 同样的方法把剩余的都做完 最后的压膜环节是最开心的 轻轻一按 一个个精美的月饼就月然桌上了 马上来尝一下味道 奶黄馅的香气浓郁 内馅的细腻柔滑和饼皮的软糯 融合的恰到好处 软糯香甜甜而不腻 绝对是老少街乙的经典款 这款花生芝麻馅的口感也是相当不错 内馅的香脆 搭配外皮的软糯 两者相得益彰 真的是越嚼越香 越吃越有味道 大家有空的时候都不妨试试看 为家人亲手做一份这样的应景美味 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也可以多做一些赠送亲朋好友 那也将是一份非常有心意 有温度的佳节礼品 在此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